为了持续推动曼城、曼石以及曼经济等理念 持商商公所接办第二届的曼城联盟年会 7号上午在日辉国际度假村盛大举行 而来自各地的曼城联盟城市 齐聚一堂交流推动曼城经验 会中持商商公所赠送取自精神武术的总子 所培育出来的树苗给各城市首长 向身共同推动曼城理念 同时将金城武术的光环分享出来 持商商长张姚成将金城武术的总子培育出的树苗 一一赠送给各城市的首长 象征共同推动曼城的理念 同时也将金城武术的光环分享给其他城市 其实曼经济跟曼城这些概念 它需要农入我们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公共政策当中去实践 更需要许多社区的伙伴大家一起来推动 当疫情开始解封之后 国人第一个想要去旅游的地方 就是能够提供曼城 曼经济 曼旅游的这样的环境 那都一直是首选 那实际上真的也是我们太多投养了 说真的 我们的曼城本来就是这样做 在原来的产业里面 我们是如何去把它发挥 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很大的工厂 很大的企业来这里做 我想不一定是要这样 为了推动曼城 曼石 曼经济等理念 此上相公所7号在日徽国际度假村 办理第二届的曼城联盟年会 联盟城市起居一堂 交流推动曼城的经验 同时国际曼城总部也透过影片 欢迎有更多的城市来加入 本来有请不吴 这些了 员首领 并扮认 特别有所担心 由合格 为了展现池上曼城的软实力 乡公所也精心安排池上曼城店家 在场边提供餐点 池上香预计在明年 向意大利国际曼城总部 申请国际曼城认证 乡长张瑶澄也强调 非常有信心让池上的美 转化为最有特色的曼城 记者看俊伟池上香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